好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请看到108页接着109页呢 我们介绍我们的算是在2-3这边的一个公式呢 叫做克拉玛公式 那这公式其实上学期期末的时候呢 我们在做二元一次联力方程组的时候也曾经提过 那也就是说两个位置数有这个式子 那现在多一个位置数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样子 那今天我们的式子呢 A1X加B1Y加C1Z等于D1 A2X加B2Y加C2Z等于D2 A3X加B3Y加C3Z等于D3 好检查一下三个位置数 那有三个式子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写它的一个所谓的三阶行列是Delta 那这个第一个Delta怎么样怎么写呢 请注意这个很重要 就是把X项 Y项 还有Z项的系数呢 全部把它超出来 按照上下顺序把它排好 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写一下 你现在X系数是不是A1A2A3对不对 按照上下顺序A1A2A3把它写好 再写Y的B1B2B3 再写Z的C1C2C3 好 那这样写成一个三阶行列是之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在前面1-4 所提到过的三阶行列是的计算 我们去把它乘乘乘 右边乘三次 左边乘三次之后呢 加减之后可以得出一个什么 可以得出一个结果 好 那么今天所谓克拉马公式重点就是说 你这个行列是呢 不管你怎么算 只要我算出来它不是零 那么这个连立方程组呢 就可以算出一个答案 好 那怎么算这个答案呢 我们就不要再用立体那样子的 去做所谓的交减效区 我们接下来就看 利用这个Delta的行列式呢 改换身份 我们这边写成一个什么 DeltaX 我们写一个DeltaX 那换句话说 请注意哦 原来我们的这个行列式里面 和X项有关的系数是A1A2A3对不对 请你把它放弃掉 不要把我们的常数向这个地方的 D1 D2 D3 放在我们原来的X项系数的位置 好 那其他Y跟Z的系数都不要动 C1 C2 C3 好 那这样子是不是又得到一个三件案列式 那这样子呢 利用原来的行列式 把X项系数做抽换 换成的所谓常数向的一个 行列式的结果 那叫做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DeltaX 好 按照相同的模式 我们可以得到DeltaY Y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我原来的这个行列式里面呢 Y项系数做抽换 所以我们把它抄一下 没有变的我们都先照抄 A1 A2 A3 还有C1 C2 C3 好那这时候我们的Y项系数是 原来是B1 B2 B3 对不对 我们请你换成D1 D2 D3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同样道理 DeltaZ的部分 也是一样 它是换Z的系数 所以A1 A2 A3都不要动 B1 B2 B3都不要动 那请你把常数项的部分 去写到我们的D1 D2 D3 去放在我们原来写 这个Z系数的C1 C2 所以C3去做个抽换 好那这样子的我们 这三个行列是 也可以透过1-4的计算 去把它得到一个结果 看它可能 也许等于1 A2 A 或者多少 反正就是有个答案就对了 好那么克拉玛公司的结论就是说 当我原来第一个Delta不是0的情况之下 我就会形成叫做所谓的恰有一节 恰有一节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的X 我们的Y 我们的Z 都会刚好找到一个答案 对于这三个方程组呢 方程式呢 代入会成立 好那么这个S会得到多少 请注意 它就是把 第一次算出来的Delta当分母 然后呢 Delta X当分子 Y呢 就是Delta当分母 Delta Y呢 当分子 Z呢 就是Delta当分母 Delta Z当分子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说 比如说假设Delta是2好了 那如果你的Delta X是6 那么2分之6 答案就等于3 意思说这个方程组的X就是3 那同理如果Delta Y算出来是4 4处理2答案就是2 Delta Z做的是10 10处理2答案就是5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模式 就是说 我们就不必再像立体那样子 去做所谓的加减效率法 我们就直接利用 这个方程组的彼此系数之间的关系 先形成了一个 算是主要的一个行列式 然后呢 把我们的常数项去做一个戳换 戳换它各自对应的位置 就会找到三个行列式的结果 然后最后的结论 请你把它记起来 就是我们要的这个X答案是 Delta在分母 DeltaX在分子 Y呢 Delta在分母 DeltaY在分子 Z呢 Delta在分母 DeltaZ在分子 这样的一个式子 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的克拉玛公式 克拉玛公式 那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就用 立体二来做一个练习 当然你做立体二的时候 你要用加减效率法 其实我也不反对 因为反正 一样也做得出那个结果 只是说 有的时候 你用加减效率法的系数处理上 如果不好算的时候 那搞不好做行列式 可能会比较好算 所以 对同样一个问题 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 国中的做法 现在高中的做法 我们就做个参考 所以我们109页这边的方块 克拉玛公式请你务必要把它勾起来 这是我们二至三很重要的一个公式 行李宗盛的